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低欸死 這部影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近期很紅的 《明朝8》 這款遊戲在5月23號正式開服 到目前為止我玩了將近30多個小時 期間實況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跟原神薩爾達有什麼不一樣 欸這邊有依說依還真的挺像的 大世界的地圖探索 小遊戲解謎 甚至整個基本系統都是米家的風格 除了道具裝備的介面 相信有玩過米家遊戲的應該都會馬上知道這些東西是要做什麼的 或是其實這套系統手機遊戲都是很常使用 因為我本身接觸的手機遊戲非常的少 不太確定這套系統是米家的還是手遊其實都長這樣 所以後面我會以我自己玩了30多小時簡單的介紹 以及我覺得好壞之處 大致上將分為劇情、戰鬥、探索以及福利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主線的劇情線 我知道很多人玩遊戲的時候都會選擇直接跳過劇情 而我是會看劇情的人 我只能說目前的文案真的是一坨 主線劇情可以長可以文周周可以打亞迷 但是你不能沒有內容 明朝目前的主線內容 你大概開場兩分鐘就知道他大概要講什麼 但他會講30分鐘甚至講一個小時 而其中有許多自創的詞語在外加文言文 文言文我個人是還蠻愛的 所以這點我基本上是不排斥的 但你要文言文加上自創的詞語 然後又不太解釋 這就有點強人所難 更別說看到文言文就有快往生的同學們 且在整段主線劇情中 鮮少有斷點 就好像上課到一半讓你下課10分鐘 看看風景聊聊天也好 但他基本上就是第一堂課加第二堂課中間是不休息的 可能下課前要外加個小考 所以整段主線劇情才讓人更加的煩躁 第一章第五幕之後有好那麼一點點 好在支線劇情基本上是能夠全跳劇情的 我嘗試看過兩三個支線任務 基本上好像也沒什麼文案架構 如果有發現好的支線任務內容 還請留言通知 像是玩鐵道會有感人的暗淡心 也會遇到很多後續任務的回饋收尾 但目前明朝中我是沒有發現就是了 所以昨天明朝官方也緊急的發出公告 不僅加送10張限定專票 還讓你自選五星常駐角 並且主線劇情會新增跳過的按鈕 想要觀看的時候會有文檔留存以及過場動畫觀賞 最好笑的是已經看到他們的真人公告 於5月23日徵求文案寫手 如果你有被羚羊同行任務嚇跑的朋友 可以考慮過幾天再回來看看吧 再來是最值得讚賞的部分 戰鬥 還是有看到不少人說戰鬥毫無打擊感跟反饋 但我個人以遊玩了眾多這類型遊戲來說 我覺得戰鬥其實還算不錯的 並且他有加入反擊圈以及極限閃避反擊 讓你就算是隊伍不佳的人 也可以透過技術來彌補 這遊戲的反擊圈以及極限閃避反擊 是我很愛的系統 平常小怪你當然還是可以直接路過去 月等打王者可以透過這兩者 享受戰鬥的快感 像是地圖上會有野生紅明怪120等 你只要掌握好戰鬥的節奏 其實你一等就能夠打贏 所以這點我個人是非常看好的 也可以為6月底的艾爾登做復健 因為明朝的反擊判定跟閃避判定 還是蠻寬鬆的 畢竟市場取向還是偏比較輕鬆向的 戰鬥的組成主要由3位成員來負責 彼此之間會有變奏、邪奏、共鳴等效果 這個各位進入遊戲就會知道 簡單說就是天賦、技能、連段跟QTE 很多角色切換都會帶來不同效果 目前已有的角色效果幾乎都不同 包含了血條上方的共鳴回路 當你共鳴回路達到角色的需求 就可以打出不同的攻擊套路 會有不同的節奏以及效果 而左邊的小圈是邪奏值 買了之後再切換人物進場 就會觸發隊友的變奏技能 簡單講就是 邪奏等於目前角色的退場技能 變奏則是入場技能 戰鬥中的隊伍成員 我們基本上會使用 主C、負C以及治療輔助 主C就是主要的攻擊手 像是我們的主角 就是很強的攻擊手 尤其轉成暗屬性之後 更是一個強大的淹滅屬性的主C 其餘的像是雷屬性的卡卡羅 火屬性的安可 都是主C類型 -C則是偏向半輸出 半輔助的性質 像是登陸五天就有送的閃滑 還有接下來下半池的銀鈴 銀鈴作為下半池限定角 其實輸出也是相當的可觀 其餘的還有劍心 洋洋 單井 等等都是 有更偏向輸出的 也有輔助的這種綜合手 有些可能會替主C的技能控擋去做輸出 有些則可以縮短冷卻 或是增傷去配合隊伍 或是換位配合使用技能 最後就是我們的輔助治療位 目前都是使用奶媽居多 像是白子還有維尼奈 但這遊戲的補血 並不是只有補血 通常會有些治療加輔助的功能 或是治療加一些額外的輸出手段 相信未來的變化會更加的豐富 畢竟在異想奇境中 已經有相當豐富的變化了 這個異想奇境就是一個額外的漏割遊戲 真的非常的好玩 等級已經到的朋友一定要來玩看看 這邊我覺得是遊戲加大分的部分 除了以上基礎系統外 還有一個生孩技能 生孩其實就是我們的裝備 像是鐵道中的儀器 原神中的聖遺物 一樣會有主詞綴 副詞綴RNG的問題 在明家宇宙中 我們都需要透過每日的體力 去刷取這些道具 而在明朝中則是透過大地圖的探索取得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在大地圖當寶可夢玩 就可以一直刷 直到刷到你想要的裝備為止 不過它也是有一個數據物的等級 當你達到15等才可以開始在野外刷出金色的生孩 這些生孩之間也有套裝組合的系統 每個人物會有一定的消耗空間 目前人物最多是12點 而生孩根據類型能力會分為 4點、3點以及1點 所以目前最多的配法是 44、111或是 433、11 主要湊出套裝效果以及主詞綴要正確 之後再去要求復詞綴 所以這款如果你想要農出很好的裝備 你是可以一直刷一直刷的沒有限制喔 而這些生孩如果放在主生孩位置時 都會使人物擁有一個生孩技能 有額外製造輸出的 也有讓人物變身攻擊 更有變成機車跑圖用的 每個效果都不太相同 就看各位要如何去搭配啦 再來是關於大地圖的探索 就是地圖探索、解謎拿獎勵那些 不過我個人覺得 明朝中的小遊戲都是蠻有趣的 像是有跑酷、障礙飛行 吃金幣、馬力歐賽車啥都有 也不會說讓人玩得很煩躁 甚至是覺得有點有趣還有錢 最近鐵道都在挖星球 那個什麼哈努兄弟 我真的是快要中風 最大的優點大概是 明朝中的每個人都是 忍者、攀岩、走壁等特技 都是信守年來 整體探索起來會更加輕鬆 不過目前地圖沒有分層顯示 有收到的圖示地點 只有顯示箭頭的上跟下 無法了解他到底在哪一邊 這是比較痛苦一點的地方 但官方也說近期會新增分層地圖 就稍微期待一下吧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個大地圖探索的 一邊逛街一邊玩小遊戲 還可以順便抓寶可夢升級 體驗算是相當不錯 最後是大家比較關注的福利 官方開局給的額外抽數 目前應該有將近百抽了吧 我沒有仔細數 只是昨天為了跟觀眾下會道歉 補償了10張限定專票 加上先前也有贈送 今天一共拿了20張限定專票 並且讓玩家直接自選常駐的五星 前面就有新手池40抽保底出金 還有活動80抽內必定出你自選的五星 加上明天還會再給直接自選的常駐五星 現在人人起手都是五星了 實在是 都不知道現在貴的是玩家還是官方了 而池子方面 同樣有分為 角色武器常駐池 角色武器限定池 設定為80抽內必定會出五星 角色會有小寶大寶的系統 但武器是不會歪的 80抽內必定給你指定的武器 但大家稍微注意一點 常駐武器跟常駐角色用的都是換身渦紋 並且武器必須先選好想要的類型 再抽沒有出的話 在頁面左上角是可以隨時更換的 限定角色跟限定武器 持使用的票券則不相同 限定角色用的是浮金波紋 限定武器則是用駐巢波紋 想要抽限定武器的朋友要稍微注意 別一股腦的換錯啦 總結來說 我個人是覺得劇情目前完全不行 系統有許多可以更加便利的設定 像是合成台就不能在人物身上嗎? 角色強化的素材到自己比對 這些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而整體的戰鬥 大地圖的探索 異想其境還有深海無限自刷 這些是我比較滿意的部分 真要說大家比較不滿的 大概是第一個同行任務是 羚羊 第一個限定UP角是 紀炎 如果先是什麼閃滑同行 配上限定池的引靈 加上現在馬上跪的速度 我相信應該會好評多更多 以上就個人遊玩到第三天的看法 以及簡單的分享 整體上手也不困難 相信各位進入遊戲就可以馬上理解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